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五表示 如果北韓放棄核武器,美國願意幫助北韓發展經濟 星期四剛從北韓返回的蓬佩奧說 他在訪問期間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進行了良口和實質性的交談 蓬佩奧在與南韓外長康經在華盛頓聯合舉行記者會上話 如果北韓採取大膽行動,迅速去核 美國準備好與北韓合作,實現與我們的南韓朋友同樣水準的繁榮 川普總統星期四宣布他將會在6月12日在新加坡回顧金正恩 各方仍然對川普與金正恩說的去核化是否一個異思仍然有疑問 美國政府認為去核化意味著平壤銷毀已擁有的核武器 蓬佩奧在記者會上說,去核化必須徹底和可以驗證 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說 我認為在最終目標是甚麼問題上有著完全的共識 但他並沒有說細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